射箭是台湾参加国际赛事热门的夺牌运动项目 而国内针对中小学校举办的射箭赛场次很有限 而比赛奖金鼓励的赛事又更少了 兆丰银行文教基金会特别举办了全国兆丰杯射箭精英邀请赛 在玉里永昌分校举办了第三届 今年有180位选手参加 比往年要多的很多 参赛选手都是国内各级射箭比赛成绩至少前16强的好手 比赛是以凡曲功为竞赛种类 分为男女个人还有混双集团体赛 射箭是台湾参加国际赛事热门的夺牌运动项目 而国内针对中小学举办的射箭赛事场次很有限 而有比赛奖金鼓励的赛事则是又更少 兆丰银行文教基金会特别举办全国兆丰杯射箭精英邀请赛 射箭运动是兆丰文教基金会长期支持 推动了一项活动 那从民国106年开始 我们就赞助包括一里国中高中 还有卓西国小 还有三名国中的射箭的培训的经费 那我们透过这个设备还有场地的改善 也支持这些教练提出的训练计划 一同来推动射箭的这个优秀人才的培育 在玉里的永昌分校已经办理了第三届 今年共有180位的选手参加 比往年参加的人还要多 参赛选手都是国内各级射箭比赛成绩 至少前16层的好手 比赛以反驱功为竞赛种类 分成男女个人混双以及团体赛 绝对要相信你们的教练 事实上我看到花莲有很多的教练 牺牲了在台北很好的薪水 到这个地方上来服务 我看了都非常感动 所以你们将来 我相信这批选手在这边比赛 一定会有出国家代表队的国手 为了让射箭选手升学之后 能够持续接受培训部中断 2019年增加赞助花莲玉里高中改建设舰场 扩大支持射箭运动的深度跟广度 记得高中双运程采访报道